把动物界的黑猩猩与人类的婴儿从小一起共同生活 接受一样的抚养和教育 最终它们谁能更胜一筹 1931年 美国心理学家凯洛格就把黑猩猩狗亚和自己的儿子唐纳德当成实验对象 对它们进行长达五年的深入研究 这就是著名的凯洛格实验 凯洛格对它们的语言理解能力 专注力和记忆力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测试 结果吃惊地发现 黑猩猩狗亚不论在哪些方面都要明显比自己的儿子唐纳德优秀许多 在同等条件下 黑猩猩对听力和方位的辨识度更加准确 不仅如此 在其他多项考验中 黑猩猩狗亚同样要领先儿子唐纳德 黑猩猩对在椅子上转动的反应相对于儿子更加轻松 还在最短的时间用杯子喝到了水 反观儿子的表现 同样两岁的孩子已经记住了50个单词 而儿子却只会三个 这样看来 黑猩猩更像个人类 而儿子唐纳德的种种行为却越来越像一只黑猩猩 这一发现 让凯洛格夫妇感到无比担心和恐惧 凯洛格还发现 唐纳德处处模仿古亚 脾气越来越暴躁 一有应激反应 就呲牙咬人 凯洛格有种不祥的预感 把古亚培养成人类几乎不可能 反倒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黑猩猩 却只日可待 凯洛格马上叫停了 进行了长达9个月的实验 失去利用价值的黑猩猩古亚 被放归黑猩猩群体中 但如今的古亚 已经不再是9个月之前的黑猩猩 她已经无法适应眼前的群体生活 古亚与其他黑猩猩格格不入 常常自己躲在一处地方发呆 明显看出她情绪低落 表现出内心极大的落差和痛苦 年仅3岁 就在郁郁寡欢中得了肺炎去世 而大多数正常黑猩猩的寿命高达50年 和古亚分开之后的唐纳德 随着凯洛格夫妇的干预和矫正 和其他兄妹一起学习和生活 使其重新掌握了人类的语言 其行为以及习惯也回归正常 让凯洛格骄傲的是 儿子唐纳德在学业上表现优异 不但追上了其他孩子 还顺利考上了哈佛大学 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 黑猩猩古亚虽然死亡了 而唐纳德却考上了哈佛 那个实验早已结束了多年 事情到此应该画上一个句号 但在儿子康纳德42岁那年传来噩耗 唐纳德突然自杀身亡了 死因是其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而导致黑猩猩古亚和唐纳德最终死亡的罪魁祸首 无疑就是唐纳德的爸爸凯洛格做的这场实验 而这场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凯洛格实验 到底能给人类带来多少有用的价值和意义 值得我们反思